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讲嘉宾 从职业的角度来讲 他跟我是同行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都是小眼睛 而且我们做的节目都跟大学中有关 人们形容他既温柔又麻辣 又有智慧 但是又风趣幽默 而且还有人说 他不是大美女 但是又有人说 他是美女中的美女 到底是谁 看一下大屏幕 小眼睛 塔比良 他却击败林志玲 获选台湾十大美丽女性冠军 儿时自卑自闭 奔受冷落 他却称霸台湾主持一节 四次摘得台湾电视最高奖 金钟奖 超级新闻大道 塔基宁 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时 她还是受尽爱情挫败的大龄女青年 三十六岁 却意外嫁给绝对好男人 李李仁 她是陶金银 从自卑到自信 从被人嘲笑奚弱到学会自嘲 她说 独一无二 比复制美更重要 我要绽放 易于别人的美丽 掌声有请来自海峡对岸的 我的同行 曹金银 十个男人 七个小 八个 十个男人 一天明天 天明天 跳了出来 十分天明 十个男人 八个 都在电视上看到你 我们平时都是隔着电视屏幕 你看我我看你 我太早结婚了 好可惜 我太早结婚了 好可惜 好可惜 他都在电视上看到你 本人真帅 我们平时都是隔着电视屏幕 你看我我看你 真的我太早结婚了 好可惜 你看我太早结婚了 桃子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女主持人之一 而且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她们说 台湾十大最美丽的女性 你作为冠军 对 大家看到上面这三位 第二名 大家看到这个都是修片的 修得很厉害 我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打开报纸的时候 也想知道为什么 那那时候还有人质疑我说 那个好像是一个化妆品牌的票选 你是不是那个化妆品牌的代言人 结果根本不是 对根本不是 我不是那个品牌 我是另外一个品牌的代言人 反而他们还选出了我 对只能说是实力坚强 所有可以告诉大家 答案很简单 照片是可以修片的 但是智慧永远无法修片 掌声有请陶智盈开讲 谢谢 各位同学可以坐下啦 辛苦你们啦 今天外面特别冷 排队排很久吧 为了看我 好 其实呢 今天我觉得 我的心情蛮忐忑的 因为我知道各位都是高材生 但是除了忐忑之余呢 我觉得我有必要来跟大家 沟通一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面临未来这个 到了社会上要求职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彷徨 甚至有很多的整形美容业者 会鼓励你 哎呀你腮帮子太大了 你眼睛实在太小了 哎呀你这个脸型不行啊 你得弄个锥子脸啊 在那么多的这个媒体广告的催化下 我觉得人的自信 一点一点的变小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要站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 这个勇敢的女生 她是如何的真正的爱自己 讲起来呢 其实大家说我过去是很自卑的 但事实上我告诉你们 我小时候觉得我很漂亮 那那个时候你知道 有时候看了那个电视剧啊 会有那种古代的公主啊什么 我就劈一个被单 自己在那边 咦咦咦咦咦咦咦 就在那边觉得自个儿是公主了 在那边晃啊晃的 而且呢 我看到电影明星林青霞 我就觉得我比她漂亮很多倍 为什么我那么有自信呢 有图为证 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上面那个就是我 下面那个就是东方不拜林青霞 所以看起来上面的是不是真的好可爱 下面的有点面目可真的 那我小时候其实因为爸妈很忙 所以是把我丢给外公外婆去照顾的 那我的外公呢 是东北师范美术学院毕业的 所以我整个生长的环境 就是在充满了艺术的环境中生长 还有呢 他常常去剪一些破掉的瓶子回来 然后把它再造做成一个花瓶 那他也常常考我 左边右边都花了巴唧的 中间是一个很素很素 然后呢 公公就来问我了 小杨 哪个瓶子漂亮 我就看老半天 我说中间那个 嘿 他就高兴了 咚咚咚咚跑去找我姥姥 这孩子有眼光 他看得懂 他不是要那花啦巴唧的 他知道那个素色的 其实最有平衡之美 最有韵味 除此之外 我外公还喜欢种花 我记得在夏天的夜晚的时候 那个茉莉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客厅里看 连续剧的时候 那个茉莉的清香 就是这样慢慢地 飘进我们的客厅里 我很怀念那段时光 外公会教我欣赏这朵茉莉花的美 它是在含苞待放的时候 或是初出战场的时候 或使它盛开的时候 都有不一样的美 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很独特的孩子 因为有外公外婆的爱 就因为这样 我对我自己很有自信 这一份自信呢 其实一直到读书时候 我都还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追我的人真的好多 好烦哦 那所以我的自信是从来 没有被毁过的 一直到大学甚至都是 如果我老公没有再看的话 其实我大学男朋友也蛮帅的 那然后呢 就一直这么有自信 从来不会对自己的外表怀疑 一直到进了演艺圈 那一年我记得我是大四 签了唱片合约 录唱片的时候 也还没有太深刻的感觉 但录完之后 开始要做造型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世界好像都变了 我记得当时一个大师 他当时拍过很多所谓的天王巨星 天后 然后在拍我的时候呢 因为一直找不出一个 他觉得陶金应该有的感觉 他就 我之前的时候是在条马路上 他就说 转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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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搞不清楚 我就说 然后我就一直傻傻地 转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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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让他在路边一直叫着转圈圈 转好几圈 我头晕之后 他就把这个相机这么一摆 怎么转都这么丑 丑死了 怎么拍啊 他讲话的声音是明显要让我听到的 那是我第一次遭受到这样的打击 我想 他应该是在说我吧 那 接下来就是唱片公司的老板 当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面 他说曹静音你知道要发你的唱片 你的脸 你的脸没有重点 然后我就 我还傻傻 我说 没有重点什么意思 他说 就是 好了好了 我看你戴一副眼镜 把你挡起来好了 就都说得很直接 我出道那年是1990年 那个时候台湾很多综艺节目都是大哥当道 女主持人多半是花瓶 没有实质的作用 那那些大哥呢 最会的就是损 损我们这种女生 漂亮的女生 他就哎呀 来来来来来 大哥旁边 哎呀 你看他身材这么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最边边的一位 中间跟那位美女可能隔了十位 因为那时候大型综艺节目都是这样 有发唱片的就这样一次拍开 我永远是最边边的那一位 那然后如果说真的要讲到你 你有机会被访问到 一个就是他一定损你说 哎呀 有人长得这么像青蛙 真的不容易啊 然后第一张专辑就叫我 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就刚好是跟照船 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 我们是同时发行 然后人家就有点说 哎呀 你是不是女照船啊 什么我想 怎么会这样 然后说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我想说 我不觉得天空应该为我掉眼泪啊 为什么 那可能就是唱片公司 或者是周围的这些人觉得 你长这样根本就不符合演艺圈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严重的是 母亲对于女儿容貌的打击 妈妈就会常常念说 哎 我长这么漂亮 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女儿 那但是她是带着微笑说的 然后等到我上电视 稍微有点知名度之后 妈妈呢 看着电视说 这么臭也能上电视 然后我听到 所以我其实蛮讶异的 那后来在前几年有一个大型的 美国的一个保养品牌 他们去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大部分的女性对自己的外表 没有自信 其实就是来自于家人的打击 因为家人会不断的 比如说看着她们脸 或是挑剔她们 或甚至到青春期的时候 母女比较不合 就会有一些情节 那当然这些打击 我觉得 我当时确实是呆掉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反应 我甚至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并没有大哭过 甚至在前一阵子 我刚好去帮蓝心梅站台 那么一个非常有名的造型师 她自己上台就讲了 哎呀 你看演艺圈最邋遢的两个女艺人 就是蓝心梅跟陶金莹啦 想不到她们两个能红这么久 我在这边要跟陶子 她也没说对不起 她就说 说不好意思 陶子你记不记得 你当时伟中哥把你带来 要改变造型的时候 我一眼看到你 我就觉得天哪 这种人怎么可以当女艺人 吼得不上话 于是我就把你晾在一旁 我好久才去 才去把你就是叫过来 剪头发什么 我就说 我忘了 她说 哦 你忘了 我说嗯没关系 所以其实 这一路 这一路走来 我其实很少在电视上讲这些东西 跟你们分享 那但是 我要告诉你们 我的脸 确实 我想去整形过 我也确实去打听过 你们也知道 有很多在整形手术台上 就死掉的 就是青春正好的年纪 她就为了改变她的容颜 去做了这么危险的手术 然后大好的青春 在前面等她 她却丧命在手术台上 我问我自己 值得吗 再这么问的时候 我已经过三十岁了 我后来想 也活了三十年了 就这样吧 反正我的桃花也没断过 那我要学着 爱我自己的脸 我后来呢 看了一些书 才知道说美是主观的 我们因为时代不同 也会有不同的标准 大家想不想看我素颜 想不想看我卸了妆以后 没有眼影 没有眼线 没有眼睫毛的样子 好 我们让你一起来看看 这张图 你说 她长得跟我像不像 她没有带假睫毛 她就是个单凤眼 我也是这样 她的悬膽鼻 我也是这样 然后她肉肉的脸 我也是这样 所以 如果读过历史 你都知道 她当时被取了一个名字 叫媚娘 所以呢 女人的魅力 不见得来自五官 或者又应该说 当时的审美观 就是这样 这是中国人 大唐盛世 最棒的审美观 我每次翻历史课本 我都好得意 这些人都好像我的亲戚 我都是眼睛细细的 然后脸肥肥的 鼻子圆圆的这样 所以 她是非常有自信的女人 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那大家又觉得说 是不是 一定要大眼睛 吹子脸 鼻孔小 才叫美女呢 你看看 如果是刚刚这样的组合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所以 这一定美丽吗 不一定 那另外呢 如果说大鼻子 又满脸皱纹 就不美了吗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她是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 德雷莎秀女 她有很多的名言 告诉大家 她说 人是非常的不讲理 不讲逻辑 自我为中心的 不论如何 forgive them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是如此的自大 无知 她救助了多少贫穷的人 你觉得她不美吗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其实真正的美 我想不只是有很多 时代不同的意义 还有一个人的品格 她的个性 她在人接物的态度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其实我觉得我来到这里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真的不是要打专辑 我非常想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你们非常重要 你们都是中国的未来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从一本书上 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动 这本书叫做Beauty Myth 它虽然是翻成美貌的神话 但应该是翻译成美貌的迷思 它其实都在告诉女人一件事情 你呢 真的身材要很好 要不然你看 你男朋友可能就跟她跑了 你男朋友情愿对着她 也不愿意对着你 在在的都在威胁女性 告诉我们 你就是不够漂亮 你的胸部就是不够大嘛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女人长期以来 有的罪恶感 我们永远不敢 全裸的对着镜子 看着自己 然后很骄傲的说 你看我有一小块小肤 我觉得她很可爱 然后我觉得她最可爱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生完小孩的时候 我两胎都是 你们叫顺产 对不对 就是自然产 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但我选择了这个过程 是因为我看了一些报告 这样子生死对小孩最好的 因为她就好像是 蝴蝶要从蛹 破蛹而出的时候 你必须要她自己 去把翅膀 撑开那个蛹 然后她自己飞出来 为什么 因为她这个动作 就是在练她张开翅膀 能够飞翔的力量 所以我选择了顺产 顺产之后呢 其实我很沮丧 因为我第一胎 不知道该怎么吃 所以我吃太多面包 然后被台湾的八卦媒体拍到 他们非常 你知道他们不会留情面 他不管你是一个 36岁的高龄产妇 拍到你之后就说 你看他胖得像面包超人 哈哈 然后往上就转哦 一直转 旁边在弄一个面包超人的那个 那个照片在我的脸旁边 所以那时候很沮丧 但是后来呢 有一天夜里我想清楚了 我觉得我的身体很伟大 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 所以在有一天夜里 我自己在泡澡的时候 我躺在浴缸里 我就看着我的小副 然后我就摸他 就拍拍他 他说 辛苦你了 你们要这样去爱你们的身体耶 你们的手 你们的脚 跟你们一辈子 就算你的胸部 你是A cup 那是你自己的身体 最真最美的身体 你看 中国人说 身体法不受之父母 我有我爸爸的鼻子 我有我妈妈的脸颊 我觉得 在我的身上 就证明我的血缘 我觉得我很骄傲 我觉得演艺区没有一个人长得跟我一样 而且这个美貌的神话很过分的是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女人在职场上 长不好看嘛 人家就会攻击你 你不够美 你丑 但是 如果是长得美的女性 她到了一个位置 人家会怎么攻击她呢 哦 就是因为你有美色嘛 所以不管美或丑 我们都被攻击 我们都被嫌弃 我们都被弄到 非常的焦虑 这是在阻碍我们的进步 阻碍女人的进步 因为她 只看我们的身材 她不管我们的能力如何 所以 就算我当年站在最边边 我告诉我自己 我有一天 要凭我的实力 站到最中间 所以如果 世俗价值认为 其貌不扬的我 今天能够站在 一个这么红 这么成功的节目 跟这么多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希望 来聊这件事的话 我希望你们要把这个观念传出去 不要再妄自菲薄 而且不要再用同样的价值观 去打击你身边的人 男生也不要再挑剔女生 而事实上我觉得 男生有时候没有那么挑剔女生 是女生自己很挑剔自己 常常女朋友就问男生 我是不是胖了 没有 没有那你刚刚啊那什么意思 就没有 你结巴了 到底有没有 我是不是胖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我分手好了 所以 我觉得 女人的心是非常敏感 纤细又易受伤的 那我们不要常常去戳自己 反而我觉得把注意力呢 往外放 多去拓下你的人生经验 多去看看世界 那适度的打扮自己 我觉得只要干净整齐 不禁得要跟流行 不禁得要跟网路上那些照片一样 去挤来挤去挤 没弄眼督个嘴 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走出自己的味道 像中国古书曾经有一位 我忘了是谁 待会可能要问小萨 他讲过 我们要义物 不要义余物 我讲的义是 退义服义的这个义 义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控制掌握 我们要能控制 我们身边的物品物质 而不是让他们来控制我们 我觉得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独到的优点 我觉得你们好 好清晨 好可爱 每一张脸都有你们自己 最独特的基因 那是别人要求不来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强大 因为中国的未来 靠你们了 谢谢 谢谢 你是拍掌 做了一年多这个节目 有史以来 第一个 就最快 涌出泪水的嘉宾 很多嘉宾 往往有时候讲到故事 讲到最后的时候 结尾的时候 可能会有动情的 但是你是在 演讲刚开始 而且是几乎毫无征兆的 说到茉莉花香 飘进窗口 突然就哽咽了 你是一个生活当中 就是情感特别容易 被一些细节 所 带动的人吗 因为我很想念 我的外公外婆 他们都已经去世了 那小时候 就是他们陪着我 我还是非常想念 那个学校的宿舍 因为外公是老师 所以我们都住在 宿舍里面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 在生活当中 会有很多细节 留存在你脑海中的人 比如说之前 人家曾经对你的 容貌不自信 应该过去很长时间了 你提到这些事 还会有流泪的感觉 应该说 我那个时候 没有好好抒发这个情绪 我就记得 我从来没为那些事哭过 我只是傻在当地了 你看第一张是 天空标 我有掉眼泪 后来还有一张叫 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我是什么东西啊 一直叫我唱这种歌 所以就 一直在这样的氛围下 然后甚至比如说 要演短剧的时候 那小萨你借我用一下 我会轻一点 比如说我是丑女嘛 那那个 就会安排那种短剧 就是美女就 然后一看到我过来 他们是用手 直接把我的脸 这样 这样回开 就是 你就是在 工作上也受到 对不起啊 没有没有 就是受到很多这样的屈辱 所以在过去 你没有好好地找到一个机会 来把这个情绪发泄出去 但是今天在开讲了的舞台上 你觉得 舒服吗 讲的 我觉得 我好像是用一个母亲的心去看当年那个小女孩 我就觉得 我很心疼那个小女孩 在你讲的过程中 还是有很多小纸条 问问题 说 陶金银姐姐 非常欣赏你 也欣赏你的想法 可惜 我的室友 今天没能来 他正在绝食减肥 他没能来 就是因为 他已经站不起来 如果你对他的室友 说点什么 我有一个世界上最健康的减肥法 分享给大家 是只吃得饱 而且有营养素均衡 营养师告诉我们 你为什么会不断想吃东西 那是因为你没有摄取到应该的营养素 所以你每一餐 听好这是每一餐 连早餐都是 你基本都拿出来 分四格 有两格是绿色青菜 一格是淀粉 一格是蛋白质 懂吗 蛋白质还包括了就是鱼肉蛋白 豆 毛豆都是 黄豆都是 然后还有一个完整的水果 这样你又吃得饱 然后你三餐都这样吃 有一个台湾的乐团的团长 照着我这样吃 瘦了二十公斤 二十公斤啊 对 他本来八十几公斤 八个体验代表 来 你们已经都满腔的问题 憋不住了 来 石小龙 小龙啊 我儿子叫小龙 真的 我还没认识 大哥你好 来 一定在座的各位朋友都一定知道 我们陶子节最风光的时候是 四十二届金钟奖那个时候啊 是双料冠军嘛 以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跟最佳综艺节目 干掉了我当时最爱的一位综艺节目主持人 瓜哥是吗 错 吴宗宪 就是很喜欢 嘿嘿 见鬼啦 见鬼啦 什么啊 陶子来了 哎呀见鬼啦 见鬼啦 哎呀妈呀 你有瓜哥跟憲哥的气质耶 真的吗 对啊他讲话好像 你是哪人啊 你是哪里人 我是标准的上海人 但是我身边啊有很多台湾的朋友 所以我我我我讲话有一点台湾腔 我只要有一点了 啊 见鬼 完全就是台湾来的了 卖啦卖啦 你我想当主持人是吗 对我本人也是在主持一档网路上面的歌唱节目 但是我的母亲啊跟陶子姐母亲是一样的 就是说觉得哎呀你你长这样你还去主持 所以我就想问陶子姐啊 就是说你刚才也说到 呃当年的综艺节目啊 就是说呃很多女艺人站在一排 然后你在旁边很旁边想抢着要讲话 抢着要出镜 呃当然也会有很多大哥级的就是主持人呃 忍潮热讽你 那你是怎么扛过来的呢 我很好奇 呃其实那个时候我在一出道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一排这样的艺人的对面是一排的宣传 嗯 那我就想我在这边边就算了我就不讲话 因为根本没有没有话筒啊都都在中间嘛 然后就看到对面的宣传就这样 让你找机会啊 对那我们就要讲话 我都帮你排着通告你还不讲话 讲话这样 那我们就在那边说呃好 哎飞哥我觉得就用喊的 然后就抢 为了求表现吧 我记得有一个节目的要变魔术 那那个魔术是非常大排 然后他就呃做动作我就跟着他一起做 他就他就说你做什么动作啊 那边乱动 然后我就不敢做 然后我不做我就看着他的时候 他又突然骂我说你死人呃 不会动呃 然后我当场也愣住 然后我的宣传也愣住 我们就在旁边不敢讲话 然后等到整个魔术变完吧 我们两个就跑到电视台的走廊 那个角落哭了 抱头痛哭 所以其实那时候这样的事情很多啦 那我觉得就一步一脚印哦 那后来等到我站到最中间的时候 那魔术师也退出江湖了 掌声鼓励各位 哎 谢谢 谢谢 谢谢小龙 杨子冠 刚刚你提到德雷莎兄女 那些曾经攻击过你的人 你原谅他们了吗 呃 事实上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无从原谅起 不知道萨哥记不记得 在肖静城那期的时候 你说你引用过公器军的一句话 嗯 你说一个人内心强大的时候 他首先选择承认 如果他内心更加强大的时候 他会选择 一个人内心强大了 才会去道歉 道歉 对 而只有当他的内心更为强大的时候 他才会原谅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虽然用了这种方法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你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给他们一种原谅 可能之前我对于你 就是一个普通的明星 可能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你 但听完今天的演讲之后 我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谢谢帅哥 我觉得在艺人当中 我觉得他的方式 是让我最震撼的 李连杰 也是问到他同样的问题 当面对剧疑的时候 李连杰说 我只关心一个问题 他们骂我的时候 他们会快乐吗 如果他们骂我 他们通过在网上留言 攻击我完了之后 心情舒畅了 OK 好伟大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 这是一种修行的过程 对 慢慢慢慢的 我们来共同面对 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 来 下一个 您的最开始是从做歌手开始的 您进娱乐圈也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您的歌声 好听才进的娱乐圈 谢谢 但是 对我也很喜欢您的歌声 你也谢谢 后来但是您做 不明的完全是靠您的主持人 这个身份 所以说我就特别想问您 做主持主持选择了您 还是您选择了主持呢 这个问题你问的非常好 谢谢这位同学 因为呢 其实我一心一意想要当一个贾文青 你知道 然后呢就是伤春悲秋的唱一些歌 然后就有歌迷 啊我爱你 那我始终那个前面的大概 十五年吧 我都觉得主持人是很呱躁的 然后主持人又要假嗨 然后主持人又要问八卦 其实我打心理牌是这个工作 那但是因为他给我不错的收入 然后好像我又做得很轻松 一直到我生完第一胎 我在坐月子中心的时候 我才非常确定我喜欢主持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时候太无聊了 人家说产妇不可以看电视 什么眼睛会受伤 我还隔着被子这样看 这样蒙着我想 这样应该不会受伤吧 因为太无聊了一定要看电视 然后一边看电视 你知道我一边在干嘛 我一边跟电视里的人对谈呢 然后还一边说 这个来宾你应该怎么介绍 不对主持人你应该为什么 就那一刻我就突然停住 我就想说 哦 我真爱主持啊 所以我才好多年后 任命说 OK 我尖身其实蛮会说话的 那我有机会也可以继续唱歌 所以我才 后来才不排斥主持 李珊珊 你怎么站起来了 我站起来是因为 刚才曹子姐说 她在主持人和找自己的过程当中 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我对这点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很喜欢 您非常喜欢 我看您的资料是 从92年到13年之间主持过 37档节目 现在也是主持一姐 然后但是她 她说 她说那37档 已经就是有大多数都停播了 她说是主持毒药 蛤 不太可能 现在台湾节目都抢着要我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 您在做这37档节目过程当中 哪个是转折点 您什么表现 让您变成了主角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参与本栏目的互动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凉茶领导者 加多宝提供的精美力 请见正宗好凉茶 聆听中国好思想 欢迎收看 由凉茶领导者 加多宝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当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您什么表现 让您变成了主角 其实在我记得 我第一档主持 我在河北的石家庄 跟吴桥县 去访问杂耍艺人 我从来没有访问经验 然后呢导播带着我 那导播是个香港人啊 小头鸡 我跟李说 李就在这里先访问老太太 然后他就登刚登刚登一登 你要在旁边看看 记不记得啊 我说哦 知道啊 然后我就很有安全感嘛 因为他带着我 结果没想到五天后 他突然 小头鸡 导播要回去啦 你自己慢慢煮鸡 你可以的啊 咻 他就走了 然后 我就吓坏了 因为等于没有老师在旁边 结果我居然也就都完成这些访问 那我以为我只是做了一个很普通的工作 却没想到 我那时候搭飞机回来 一出去就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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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一条进 我就 怎么会这样 突然有一个古号乐队 然后来接我的是当时的一位大哥 李敏然大哥 然后后来整段拍完他才告诉我说 我那个单元特别受欢迎 所以我就升格变成正式的主持人了 所以 那我想 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我的说话 或者是我说故事 或者是我转述一件事 或我表达 或是我自己比较独特的一种批判方式 慢慢受到观众朋友的喜欢 当然争议性也很大 讨厌我的人也大有人在 那但是在这一路当中就越来越多人支持我 所以就一路走来就有这么多节目 谢谢 你是优先 你没看出来今天是一个女权厨艺 不好意思 抢了你的鞋 我现在就是 今天看到桃子姐 跟平时给我的感觉特别不一样 特别是我知道您的感情之路 也不是非常的顺利 所以我很好奇 作为一个名人 您身上肩负着更多的压力 不像我 我难过了可能 跑出去大哭一场 您可能还要顾忌 我哭是不是会被人拍到 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出来 重新树立那种 我最美我最棒的信念的 谢谢 除非代表都是知音杂志社的 其实我也 就像女人心事的歌词我里面有写 也曾经就是痛过 哭过怨过放弃过 那很惨的 有很惨的 当然这是不好的一件事 就是有个念头 可能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之类的 那但是我的朋友都对我非常好 他们有的会带着酒来找我 那有的是我的老板 是非常端庄 穿着那个Chanel套装 是蕾丝的 然后就提着包包来按我门铃 说你还好吗 然后坐下来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那个大黄金猎犬 就一手掌叭叭 弄在那个蕾丝上 我就 然后那个老板也不好意思把狗拨开 那就在那种有点半荒谬 但是你又知道 有这么多人关心你的状况下 我就又站起来了 而且你要永远相信 永远有下一个男人 永远有美好的恋情在等你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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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你了马浩 重炮马浩 江湖上有传闻 您是最难搞的一位 不要这个样子吗 那个其实 炮哥哥 我的天 你是第一次 在嘉宾面是不要这个样子 你以前站起来都讲 我他们想问 你为什么是不是这样 第一次我看到马浩 居然站起来 不要这个样子 好了来吧来吧 你放过我了 小萨老师好 陶子老师你好 您好 在今天问您问题之前 我想问小萨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陶子老师在演讲中提到 君子异物 小人异于物 她说要问问您是出自哪 您知道吗 这句原话出自于荀子的修身天 哎呦喂 小萨老师您应该回多加加练习了 您以为你刚才坐在下面查百度 所以我没看见吗 您先 一位我没看见 接下来就引述我想今天问 十分陶子老师的问题了 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讨论电视节目 好 就是我觉得现在电视节目真的很糟糕 台湾电视节目为了允许收视率 往往变得十分的不可避免的低俗 而大陆的电视节目呢 往往就是跟风 一个档电视节目火了 另档电视立刻出来 一档选秀火了 立刻出了十多档选秀 一档相亲火了 出了很多档相亲 最近一档 亲子类的节目很火 于是乎现在已经播出 和即将播出的节目有什么 老爸老妈看我的 好爸爸 坏爸爸 爸爸向前冲 以及爸爸加油吧 老爸看你了 宝贝你是最棒的 等等等等 我真的已经裂不下来了 所以我很想请问陶子老师 您作为一个业内人士 您对于这样电视的竞争 您持什么样的看法 您觉得观众喜欢看 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呢 您作为一个主持人 你知道观众真正的想法吗 其实马浩你刚刚那段话 我在台湾写过一篇 给媒体老板的一封信 这篇文章 我大骂这些老板 赚了很多钱 却不肯花制作费 我们已经看不到 任何预算进来了 那甚至呢 很多的人才 也外流了 因为大家没有任何可以 大规模的节目可以做了 那我觉得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大 最大就在于老板的心态 我其实本来想在今年金钟奖 上台奖 但我没有得奖 就没这个机会了 然后我就想很大声的告诉所有 台湾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所有厂商 请你们把钱给我 我一毛钱都不会拿 我会把这所有的钱投入节目制作 我会把账目表公开 那如果是有资源 有预算的电视台 我觉得应该更要有志气 就像你讲的 不要这么一窝蜂 其实很多节目都可以去 我们自己另辟心去 像这个节目 就是很好的一个节目 掌声 我其实特别想跟你 说到这个话题 我特别想跟陶子还有马浩聊这个问题 我就在想 中国这么多两岸的电视人 我们的创意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想象力去哪了 也许 作为市场来讲 电视节目制作 肯定是需要经费的 要钱的 但是 创意 可能二十万 两万 也许你两百块钱 在吃一碗面的时候 你就能想到 嗯 如果我是带着我儿子 来吃一碗面 他会不会跟我吃出 同样的味道呢 也许一档节目就诞生了 创意有的时候 是不需要巨大的投入 但是那个绝对是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所以我特别想说 咱们两岸的电视人 共同加油 以后 我们做出中国的电视节目 让外国人来买 好 谢谢您好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座的青年代表 我算是那种年龄偏大的 那我是在别人眼里 是那种大龄胜女 但其实我自己 是觉得我是那种 大龄的单身女青年而已 说的好 曾有这么一件事 就是几个月前 我给我妈妈打电话 然后呢 她聊起她的近况 她说她最近都不太愿意去外面 是因为每次都会有熟人问到说 哎 你的姑娘那个什么时候结婚呢 然后她找的男朋友是干什么的呀 我妈妈就觉得就是这些问题对她来说特别难回答 然后当时我就脑子里边闪了一个问题 我说妈妈 你觉得我给你丢脸吗 然后我妈妈就是沉默了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打击特别大 所以就是我想我想问陶子姐的就是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当大家给你的关心是你不能够承受的 然后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应对 其实我是在三十六岁才结婚嘛 所以在三十岁的时候我也非常彷徨 我的母亲呢 甚至用很关心的方式问我 她就问说有没有男朋友啊 有没有固定有没有好人 那没有嘛 那是没有嘛 那时候就一直跌跌撞撞嘛 然后隔了比如说半年 她突然就跟我说 小盈啊 其实你找外国人也可以 那我就想 我就想这句话好像一直是这个 同一个种族的不太懂欣赏我的美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母亲对你讲的那些话 我在书里面也写到 当时在母亲的表达里我会非常愤怒 我觉得你这么看不起女儿 或者是我们不应该有种族歧视嘛 对不对 那但是等到我妈妈过世之后 其实我了解 当妈妈微笑着摇头在看电视上的女儿 其实她是开心 她也是骄傲的 所以我写了一句话 我说 我知道我应该把母亲错误表达的正确解码 所以你应该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只是妈妈这样讲你会难过 那你不要先受伤 或者是你受伤你可以跟妈说 妈你不要这样讲话嘛 我会很有压力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就是很多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更主动去表达正面的沟通 那你不要说妈妈了 那我们在演艺圈做什么事 大家都会批评 当李里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知道她被台湾的媒体骂多惨吗 每一个人都说她别有居心 应该是为了什么要红要上头条 所以才去做这件事情 那些杂音 我们不是活在别人的嘴巴里的 你要知道三姑六婆讲完 哎呀你女儿还没男朋友啊 我们再吵菜去了 她就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三姑六婆 有她们八卦的权利 但你不用随着她们的八卦期物 不要错办 加油 然后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 我非常怕变成所谓的中老年人 我那时候想说我到三十岁 我就老透了 三十岁好老啊 我不要活到三十岁 到三十岁那一年呢 我很怕我老去 一直活到现在我四十四岁了 我觉得我青春正好 然后我觉得我充满了光芒 所以其实告诉大家 所有的女人不要怕什么老 不要怕什么年龄往上增加 那可能证明了你累积了更多的智慧 还有更多的能量 有的太棒了 介意我问一下方琳吗 马上三十 还有两个月 我们多给她一些镜头 真有 都给你一些镜头 笑得多灿烂呢 这么一个像花儿一样的女孩 谢谢 我妈妈老师老师是中村 这次她圆梦了 而且是在开奖 这个 我们今天的节目改名叫开征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其实今天 陶精英的开奖 我一直在认真的听她的每一句话 一直听你们年轻人问的每一个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这个节目绝对不告诉年轻人 说今天这个社会 长相不是那么出众的 孩子一定能够成功地站在舞台空心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这一条 因为放心 一定是长得漂亮的 年轻人会比你有更多的机会 这是事实 如果看来了我们这期开讲 有一个可能相貌不是特别出众的孩子 坐在电视机前对自己说 嗯 我一定会像陶吉林那样成功的 因为他长得也不是那么漂亮 错 我要告诉你 应该对自己说 我一定会像陶吉林那样成功的 因为他爱他自己 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 他从来不放弃自己 从来不放弃努力 你要做到这些 修炼好自己的内在 让魅力散发出来 你才有可能说和他一样 站在舞台中间 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也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在KTV必点的一首歌 就是姐姐妹妹站起来 今天我们可不可以上台跟您合唱 来 一 一 两 来 十个男人七个傻 八个白九个话 还有一个人热爱 姐妹们跳出来 就算甜言蜜语 把她捡过来 好好爱不再让她离开 感谢收看 开展了 下周再见 谢谢 还有一个人的爱 千里面跳出来 就算甜言蜜语 把她捡过来 好好爱不再让她离开